哪吒是近几年十分热门的神话人物IP 追光动画团队用了五年时间推出了这部新作 新神榜哪吒重生 在这里哪吒不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小孩形象 而是变成了一个骑机车名叫李云祥的高大帅气的现代青年 改编十分大胆颠覆了人们的认知 让人不禁感叹原来传统中国神话人物还可以有这样的一面 皮衣机车机械废土民国老上海 哪吒重生将西方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打造出了一个兼具后现代与古典东方韵味的 中国赛博朋克世界 三千年前天下动荡 人神共遇大劫 哪吒一缕魂魄逃脱天罗地网 世事转世投胎 三千年后 这一世的哪吒与东方式热血朋克少年李云祥共用一体 而当年被抽筋扒皮的龙族仍为平息怒火 不断地追杀哪吒 同时传说中的风神榜也要开始重新排列 一直被压在榜首的龙族 历世要不顾一切争得前卫 于是东海龙王用所有的江河流水修炼龙珠 导致东海人民生活极度缺水 民不聊生 李云祥经常与东海市的机车党飙车 龙王三太子敖炳偶遇骑机车的李云祥和卡莎 敖炳想买下云祥的机车 但是云祥不屑地扬长而去 敖炳与他的手下紧追不舍 眼看李云祥就要逃走 敖炳无奈使用他的原神能力攻击他 并且还残害了他的宠物猫 这一下惹怒了李云祥 在他体内潜伏的哪吒原神 也开始跃跃欲试 敖炳被云祥打伤 无奈离开 画面一转 李云祥在医院中醒来 昨晚的记忆无法控制地在他脑海里不断重现 妹妹受伤的画面闪过 李云祥便奋不顾身地冲向病房 迎面而入的却是妹妹一条空荡荡的腿 与此同时 龙王也大概知道了 李云祥的底细 第二天 他动身前往医院亲自道歉 并想确认李云祥的身份 看到自己的妹妹没有了一条腿 李云祥丝毫没有理会龙王的重金 放言用敖炳的腿来换 也因此龙王动了杀心 立刻安排杀手进行暗杀 离开医院的李云祥 不禁想起一个面具人的话 你就是哪吒 于是他便根据面具人留下的地址 找到了他一探究竟 他给哪吒讲述了自己的前生今世 经过面具人的一番讲述 和李云祥自己的回顾 他有些相信 便和面具人协定 以李云祥为其改装赛车的代价 让面具人为其打造铠甲 并学习枪的使用 在练习的最后一天 李云祥与面具人打成了平手 面具人的身份似乎水落石出 他是六尔弥猴 而另一边 龙王派出的杀手 也默默执行着任务 而哪吒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龙王也开始谋划着 新的风尘盲准备 而哪吒与龙族的战斗 也真正开始拉开了序幕 画面一转 龙王也在对六尔弥猴 寻寻善诱 想通过他杀掉李云祥 然而李云祥不仅没有被杀 还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练就一身本领 敖饼从父亲的口中 得知自己的前世 就是被哪吒抽筋 而云祥就是哪吒转世 他决心要报仇 他再次找到云祥进行飙车 而云祥仍是明显更胜一筹 敖饼则使用他的原生能力 偷袭云祥 云祥艰难的躲避着攻击 云祥被逼到无路可走 就在这时 他体内的原神也呼之欲出 敖饼被汽车撞下 而这时云祥也幻化出了 完整的哪吒原神 最后 敖饼也在李云祥 杀到家门口的时候 与其决战致死 激战的片段里 李云祥也被前世的石鸡娘娘 踩云偷袭 差点击败 不过面具人的出现 让他转败为胜 影片再次也揭露出 面具人的真实身份 齐天大圣孙悟空 最后 李云祥与龙王决战 在龙王水淹东海事时觉醒 夺得魂天灵后 击杀龙王 东海事也因此恢复了平静 本片的亮点 在于精彩的打斗场面 以及和朋克文化的结合 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尤其是面具人 真实身份的显露时刻 更是让广大观众热血沸腾 风神宇宙 雏形已现 未来可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